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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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嗨 你们从天上掉下来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车里呢 因为上一次我们在柳州拍摄的答题节目 大家非常的喜欢 我们这次来答题 答对的人呢 可以下车去吃饭 对 呀 什么 别闭眼啊 够快 快点吧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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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还给节目起个名字叫 让我吃口饭吧 不错呀 很贴气 这次我们在内蒙行锦旗的最后一天 响应一下大家的呼声 可以 所以我们再来玩一次这个游戏 停 说实话这个响应啊 确实是突发奇想 用道具费 还是略危险的粗糙 临时买了个门把手 内蒙的这个地方呢 大家都知道 牛羊肉非常的好吃 但是我发现内蒙这边呢 各种碳水配肉呢 也是非常的极致 他不已经开始说蹄干了吧 听着听顶啊 我觉得这次不能连营 这次一顿就能干飞 我感觉 我觉得也是 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第一个美食 就是当地非常好吃的 砂锅羊杂碎配肉被子 新鲜羊杂碎配上土豆和青椒 端上桌的时候呢 砂锅里面汤还在翻滚 再搭配一个被肉塞的满满的被子 烤过的饼皮又脆又香 一口都咬不下 听着就好吃 我想吃羊杂碎 这是当地最普遍的一种 肉配碳水的一种吃 可以尝得一决 那开始啊 吓死我了 大家好 我是俄尔多斯市航景齐的文旅局副局长 我叫吉利妮 航景齐的总面积是1.89万平方公里 其中中国第七大沙漠 库布奇沙漠占航景齐面积的52.2% 以前我们航景齐的沙漠化非常严重 但是经过全其人民的共同努力 沙漠化已经得到了控制 甚至围绕沙漠还做起了其他的产业 那么请听题 以下哪种食品 不是航景齐库布奇沙漠的产业 A 黄牛 B 螃蟹 C 南美对虾 E 卢慧 A B B 不是啊 沙漠里头就长卢慧啊 我天天种多肉我都不知道吗 我给你 哈哈哈哈 南美对虾在沙漠 南美对虾 这样子coco输完 大家都不相信 大家觉得绝对不会有人这样答答 哦 coco究竟有怎样的答题方法论 带大家回顾一下 c 是你不一定去卖管账吧 我家常语会说 好久没见你了 你跟别人去卖管账了 你哪有这样的聊天 谁会联想卖个 我逆想 所以他肯定选一个不正常的 那你也太逆了 哦 你跟我说 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我瞎他了 答对了 啊 真的 真的是D 卢慧 小手机是我自己啊 我那一顿蹭蹭 我听说是虾达 南美对虾在沙漠里 南美对虾在沙漠里 人家为什么是沙漠的产业 他可能只是叫南美对虾 他可能引进来产业了 当地沙漠呢 有一条黄河 所以可以引黄药 螃蟹和南美对虾 你看看 完了 他现在说啥都是他对了 哈哈哈 怎么就他对了 他蒙出生牛犊就靠蒙 我对了就要蒙 你们对了就要蒙 你自己说的呀 瞎他了 我没想到你竟然能蒙对啊 去了啊兄弟们 试试吧你 心情如何 跟天空一样美 你好 点一个五花被子 还点一个白被子 羊杂 采访你一下 对 感觉你平时 挺聪明的 哈哈哈 两轮视频之后呢 终于第一次吃到白食 请问是什么心情 我前面只是让他们 这是做弟弟的 你懂一下礼貌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吧 让过两轮吧 第三轮怎么的得我上啊 哇运气真的很不错 嗯 还有实力吗 哈哈哈 可以在上台之前 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吗 我没有什么才艺 我给大家看一看 最近拍的一些 好看的风景 请看 演保健操开始 闭眼第一节 沙锅羊杂碎配肉被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 哇全是肉 这比那个陕西的肉夹模被子还多 哇好香啊 都上菜了 这不是肉夹模吗 怎么还有肉夹模 这个五花肉被子 被子 被子是这个 这么大块 白的是啥 这个是普通的被子 哦里面就是面 啊被子底 这是我点的羊杂 这个好吃 这个好棒啊 我也是 我都流口水了 先不客气了 兄弟们 哇 我腿不够大 一口咬不了 哇 我肉都溢溢出来了 别浪费 这一个多少钱啊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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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塞爆 你看那个饼都炸开 对我还掉 嗯 嗯 这里面就是那个卤肉 哇 也有一条那个油 一口渴 超级香 哈哈 口口形容的词都变多了 哎 风水轮流转 真想揍他一拳 哈哈哈哈 都是这两个月最得意的一次 哈哈哈哈 甩起来了大孩 确实能感觉到很香 因为口口一边说 也是一边就发光 口口咬那么大口 到现在才吃了一小子一把 对啊 对啊 按照口口的饭量 这会应该一个都干完了 我看你噎得晃空 喝点羊杂对吧 哇 你看这个羊杂里面特别多东西 里面有那个 听我说 这是我吃又不是你吃 你说你快点吧你 有那个 有这个肚 肺 土豆 青椒 青涩的 好香啊 这小姐搭拌 还拔几嘴 快 拔几砸我 对对对对对 这个咋形容呢 这很好吃 这辣的吧 然后我把那个土豆的那个面粉 都煮在那个汤里面 土豆的淀粉味 土豆奶的面粉 没问题土豆了 还有 你不是辣的吗 是什么味 它不辣 它不辣就是 就是有点咸咸香香的 酸汤的吗 咸香 你耳朵不好使了 鸦� 这像炒了一盆 这算不出来无效发言 他在遗传沐上 我这么吃的好爽啊 又有肉 又有看水 沐上已经疯了 可可你快回来吧 姐姐们想你了 可可 别在外流浪了 快回来吧 这你吃吧 嗯 我吃了 没有 跟我会有好复的 摘个蒜奇也让我赢了 那得看你的运气了 这坐 来 你闻闻味是吧 你闻闻味 你闻闻闻味 没闻闻闻味 那个饼是多大的饼 这么大 镜头都装不下 肉压膜就这么大是吧 对 它这么大 这么厚 它夹肉这么厚 肉粒都这么大 这么大了 下一道题啊 第二个美食呢 就是内蒙的特色爆炒牛肉 虽然叫爆炒牛肉呢 但其实是牛肉炒粉条 有的还会放入豆腐条 牛肉很大片 分量足又滑又嫩 粉条呢 沾上了肉汁 滑溜溜的满口鲜香 就是主打一个下半 因为这个爆炒牛肉 在当地点法是非常的豪爽 我们都是一盘菜一盘菜的上 这边呢是一斤一斤的上 对对对 论经典 论经典 最少呢要点半题 我们这一次呢 都不抢答了 只要大家答对了题就可以去吃 那四个人都答对 都就可以吃了 都可以吃 咱们四个能不能齐心协力答对一下 没问题 下面由当地人给你们出题 但是这个当地人呢 是非常厉害的当地人 哦 多厉害 你们知道不知道 古如歌 我也古如歌 知道 知道 是杭锦齐这位当地的一个 飞仪 飞仪的音乐 而且呢 我们请到的这位当地人呢 他们是古如歌的传承人 来下面请看题 传承人 那你们先介绍一下 两位老师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古如巴斯 我能用字吗 是吗 请问您的身份是 十个中华一餐 古如歌的 国家籍传承人 我是吴永华 我是古如歌自治区一家传承人 你们是夫妻俩 我们两个老朋友 交了几年的老朋友了 哎呀 七十年 那么请二位老朋友们 呃 展示一下你们的歌曲 哈哈哈哈 对对 好好好 大娘一直在笑 我问大娘一共笑 好 嘿嘿嘿嘿嘿嘿 好一样 好 好 好 别动 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 这首歌的歌词 创作于 准备翻译吗 十三世纪左右 是用记录的最早的古露格 来自于 同名的 唱片 西匙 是是是 那么下面请提 请提 请提 请问这首歌讲述的是什么 A 成吉思汉的江陵们 B 蒙古族人民庆祝盛大的马乃街 C 母名的阿宝祭祀 C 母名的阿宝祭祀 三个选项 歌词是什么意思啊 听他曲调的感觉 他的那种声音像是在表达什么 这三个都是表达 看他唱歌的状态就在传递一种精神 有很多的话想说 你分析的很悬崩 你以后要没答对怎么办 已经有答案了 三二一 坏了 他你是一个人 还是三个人 为什么选一 因为我觉得后面两个歌 其实它是聚会型的 应该更热闹 节奏和情感应该是更欢快的 应该会是两个 我觉得他说的是现存的 最早的 最早的 一般最早人们会唱歌干什么 就是祭祀啊 祭祷啊 祭祷啊 而且出现了敖包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早 答案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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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上一期又赛又爱玩屡战礼拜的树梢 今天可算是吃上饭了 你还踩人家一脚 咱今天不要回事了 越分析越丢脸 果然失败 失败者就是一堆理由 哎 哎 哎 没你是吧 没有那么像他们 那我要解释一下 这首歌是最早的古如歌 然后呢 生存的是八百多年 然后呢 他的歌名呢 叫成吉思汗的良匹骏马 原来大量的歌词呢 是成吉思汗的良匹马 但是呢 其实寓意是讲的是他们的 他们的用心 因为他们形容 形容草原蒙古 就是像骏马一样的男人那种感觉 通过他们俩的努力呢 古如歌的歌词才被收集起来 之前是没有被收集 他们夫妻俩呢 然后在整个内蒙草原去跑嘛 然后把所有的歌词都收集起来 从各个牧民家里 骑着马去收集歌词啊 是的 共献了一个瑰宝出来 鼓掌 他的性格也真的好好好 他们一直在笑 对他们一直在笑笑 我就跟这个音乐有共鸣 我跟你说 这个音乐提我弊重 谢谢爷爷奶奶 那我就去享用美食了 别嫉妒我 哎呀第一次赢 不知道什么流程啊 要爆炒牛肉半斤 牛肉灰土豆腐半斤 两碗米饭 哎呀这是我该得的 哈哈哈哈 啊沐上他们就在 就在这辆车上 这么快 哦谢谢 因为这个菜呢确实很顶 看出来了 回来想多几个人能一起来体验一下 哈哈 我没想到竟然只有你一个人答对了 我也没想到 就是我前面其实分析了一通 我还给了他们一篇提示 哎呦呦呦 主要谁也不会相信你提示 就对了 来 给姐妹们打电话 好 还不接电话呢 我说一声 接电话 就这么接 多余吗我都问你 比我们的不断两米 你还看着窗户 我真的闻点味儿 瞎饮啾咽你 这是一个人的分量 就很多 这是半斤吗 半斤 你想如果咱们四个都能来吃的话 得多大一盘啊 我都后悔了 刚才我应该再给你们规规票 然后呢 咱们一起选一个答案 这样咱们吃也一起 饿也一起 你早干嘛呢 你早干嘛呢 你姓马是不是 马后胖的马 还有菜 怎么还有菜 这是什么 这个是超好吃的 牛肉绘土豆条 你还没睡啊 不上风了 看是嫉妒还是嫉妒 你找个盒子 把菜垫去 不上口出来 出来了 不上气的要去现场 亲自就要束手吃饭 你找个盒子 你找个盒子 把菜垫起来 垫高点 让我手机跟干起来 什么 这不都能吃早了吗 多么美丽的吃播呀 这个里边 首先呢 它有很多这种切好的牛肉片吧 但是它这个牛肉片 我告诉你特别厚 这里边还有一些豆腐条 还有一些土豆粉 这个牛肉 一定要把它盖到这个米饭上 没赢过 我送你酒的汁带来 来 油腿我 油腿 给你们了 我吃了啊 爽 这个炒的真的是 油香油香 略带一点那种 咸酱味 但是它搭配的那个豆腐和青椒 又很好地把牛肉的味道给激发出来 大口汁 我叫车里有个酒 但它一口没吃着 我把酒都放了 这个特别配酒 别说了 酒准备好了 下酒太美了 肺 你看这个肺 因为这个是牛肉灰猪豆条 你现在看我的牛肉是这么大块 但是牛肉的周围包裹着的 全部都是被灰烂了的土豆泥 整个 对对对 整个吸了牛肉的汁和那些炒的调味 在这个土豆泥里边 又包上了牛肉 我再把它摁到米饭上 这女主播又会说又能气人 她又下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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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不错 这个人太能处了 你是沐浆是不是更饿了 她还跑了两次 我都希望她下车能赢了 我也希望她能赢了 吃吧 吃吧 太酷了 她在念什么语呢 真的 真的这个牛肉 跟那个吃起来不太一样 这个牛肉特别有嚼劲 我把这个土豆泥和这个牛肉拌一下 真香 别动孩子了 快吃吧 家里的孩子饿死了 哎呀 回来了 哎呀美女 这样车怎么感觉车变小了呢 怎么变猪了呢 哇 什么好车啊 这好好吃 第三道菜呢是猛餐 猛餐 太硬核了 你们只有一次机会了 你们俩 这个规则是可以多人一起吃吗 因为我感觉猛餐一个人应该干不动 这个规则是只能有一个人答对 只能有一个人去抢答体系 想听听大家的渴望程度 我还是很想吃的 真的吗 你吃的顶成这样 就是我感觉可能吃不动 但是我还挺想吃的 因为猛餐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东西 它里面其实有奶茶 配奶茶的时候要配好多的小点心 对 有各种各样的肉 给你最顶最极致的这种碳水和肉的搭配 我就是也能吃啊 肚子还有很多余量 我是现在非常饿 因为我今天本来就准备赢了 所以我特地没有吃饭 前两轮压根没吃上 但是猛餐确实量比较大 如果是我我就邀请大佬与我共同分享 下次这个题就要设置成那种多人能答对 我自有妙方 大佬想吃 他就没输过 因为猛餐是一个热量非常高的用美食 非常贴合当地蒙古族壮汉的一个食物 所以这次出题人是当地的蒙古壮汉 那什么请看题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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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苏尔盖拉图 我联系摔跤有17年了 东西里面举办的那大木 德国两次冠军 市里面竟千八有五次 蒙古师摔跤兼成为俄客 蒙古语里面是七十一次 我们博客有时候一场比赛是有摔两个小时 所以体力消耗比较大 吃肉比较多一点 那么下面请听题 传统博客比赛最高冠军奖是九九八十一件 下面不属于八十一件的是 A 九盒火柴 B 九块砖茶 C 九头羊 D 九条哈达 那么下面请请答 我替你们排队答 D 九条哈达 错 啊 哎 错 九盒火柴在九九八十一件里边 你肯定是专茶 你选专茶吧 你可以去吃吧 因为羊肯定是奖品 那天空火去参加摔跤比赛 反正专茶肯定是有 当时他拿在手里的 飞飞一太多走咱们吃饭去 快选了 专茶 因为专茶比较贵重 对吧 走咱吃饭去 答案是凑 躺吃啊 躺赢了 这都能赢 为什么不奖励羊呢 上海平呢是五处 五个牲口 五个牲口 现在很复杂呀 心情 采访一下你的心情 我真的是饿了一天 我非常想吃饭 但是因为听到是猛餐 我一想饱 你最大的顾虑是担心猛餐太顶了 然后你一个人吃不完 对啊 因为猛餐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丰富性 你吃的时候肯定还是要把东西介绍给 你正常吃一吃 社员 吃了一个饱了 那我介绍啥 大家看猛餐看了一道餐 也不行吧 确实这怎么办呢 一会儿到店里我就 看你别人在吃 我就蹭过去加入他们 没事没事 有我在 我去点个餐 你去点餐 你要把一桌菜都点 因为它上菜味 一定给你惊喜 啊 朱飞接受猛餐挑战 朱飞和大佬一起接受猛餐挑战 你完全不知道挑战是什么 挑战是什么 挑战是什么 一个人吃五道菜 介绍的滚瓜烂熟 让大家给我点赞 开始吧 吃了给大家回事介绍 没问题 对得起你们给我排除的错误答案 尤其是木哥 有两人盯着我 你怎么来了 来什么来了 吃饭 来吃饭的 会骑马吗 吃猛餐 骑马 不会啊 您是这个店的表演服 这不是视频里面的那位吗 摔条手 哦 这是那个出题的大哥 给我整崩了 这是出题的大哥 我们看出来了 你才看出来了 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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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答题的话 肯定吃不完 所以我把大哥叫给他了 而且大哥非常懂猛餐 所以可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想不到吧 这就是挑战 你必须得吃过我们两个菜 大哥你对我要求太高了 一起合个影吧 谢谢大佬精心的安排 那走吧 那走吧和我们进去吧 走 他们在加密通话 您请 欢迎来到我们最后非常丰盛的猛餐 有我们三位非常能吃的 叫什么呢 怎么样我给你的惊喜好不好 太惊了 给我整瘦口了都 等会儿我调整一下我的模式 射孔沸沸进化 暴走射牛肺 看我和我的两位大哥 现在就在准备吃过餐呢 这是我的大哥 这是我二哥 以后谁也别敢惹我 看见没咱这架势 太牛了 没想到 你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吃 我也想去了 观众朋友有很多都是外地的 然后就马上给他们介绍介绍 我先吃 大哥我们先吃哪个 先吃这个 先喝茶 先喝茶 大哥给你们 好的 不是先喝茶吗 对 现在大哥二话不说开始削肉了 看他面容非常的慈祥 手法非常的凶狠 他先给我碗里放上了肉 非常的绅士 这时候他先开了锅盖 奶茶香气已经飘了过来 但是风往那边吹我没闻到 首先给这位美女呈上了 谢谢 谢谢 不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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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开始了加密通话 但是我刚刚破解了一下 大哥说今天晚上这个美女真不错 然后二哥说确实礼貌又很漂亮 然后大哥说对我们带他多几年一年猛餐 二哥说OK没问题 再说什么 你看他 原来会说普通话 开始喝了 我把碗碗碟的是剩一个东西 第一颗必须你先喝里 不再放下 沈钟 这碗碗碟就用一个碗 这个碗碗碟 这个碗碟碟 你这怎么了 有一种奶香味 对吧 然后有一点点咸 嗯 对 这个猛餐都放了一个咸 很生气的味道 我第一次喝 这是红果奶茶 在里面有黄油 黄油 黄米 果条 红枣 然后牛肉干 那这个就是大家吃猛餐 第一道菜必须要喝奶茶对吧 对对对 为什么 喝完奶茶暖暖胃 暖暖胃 对 然后你吃肉就不错 要换 也可以当成咖啡碟 当成咖啡啊 蒙古咖啡 这个水板肉的味现在就 在里面了 对 就出来了 是跟刚刚最开始的都不太一样了 对对 有点肉都不 对 吃肥肉行吗 可以 这个 挺肥的 对 哈哈哈 你搅一搅 那个油一搅走 哇 就在咽了 对 这个就细脚慢一些 嗯 我们在外地好像没有见过这种吃法 就是一个奶茶里面 感觉放很多的东西 而且还放肉 这就是 所说的这个喝酒茶 那晚上也喝 那就生吃了 都可以 按规定时间 一般是早点的时候 吃早茶嘛 吃饭如果要晒 我觉得做饭也会麻烦 嗯 那就弄点肉 再倒点茶 方便 嗯 这个 这个是达西蒙古 这是我们当地的这个 非物质文化 拌点炒米 哦 黄色的是炒米 对对对 那这个牛奶就是 哦 确实很厉害 我们上面先去现场 因为你是远方的客人 啊 我是远方的客人 谢谢 哇 好浓稠 对 夏天度消化 第二是黄鼠 我看到了 后面有人来唱歌 啊 啊 这边饭店里都会随时有人唱歌吗 对对对 外面请的 朋友们自己吃饭 然后请人来唱歌 对对对对 吃饭的人会跟他一起唱吗 有事也会 那如果我们去的话 他们会邀请我们加入吗 嗯 那呀 那我们都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你们不好意思 嗯 那我带你们体验一下 哈哈哈哈 哇 哇 我印象中呢 可能就是内蒙的汉子哈 就是会比较粗 是不是你的性格比较绵绵 对对对 嗨 知道了 哈哈哈 很热情 很热情 就这样 哦 虽然很腼腆 但是很热情 哈哈哈哈 这个是肉肠 哦 这是肉肠 对 这个是血肠 哦 是要用手吗 你们平时吃饭就拿刀直接搁着去 平时在木区的话 就是很长很长 一根放在上面 对对对对 然后你从一边开始切切切切 哎 谢谢 骨感很奇妙 肠衣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是那种粉粉的香香的 对 哈哈哈 每次 每次我俩对事我都想笑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本来想让大哥把你整尴尬了 结果你把大哥整尴尬了 大哥你尴尬吗 有点 哈哈哈 真的呀 哈哈哈 手也太多了 也不好意思 哈哈哈 二哥才好吧 嗯 二哥好像就能耐得住一点 哦 好玩好玩 哇 哇 这是干肉饭 和过年时候 把羊杀了以后 空干炖成小块儿 然后就熬 汤熬出来以后 嗯 放进这蛋 汤是煮没了 然后就成这样 哦 然后撒点这个沙葱 怎么样 这个大哥很绅士 嗯 大哥会照顾桌上的每一个人 人 人大哥对饭也很容易 是的 哈哈哈 哇 这这个饭好香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 沙葱的这种 很清爽的一种味道 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点肉香味 然后饭是那种 呆着汤汁的感觉 这汤越稠 嗯 哦 等于是炖的时间越长 对对对 鸡豆人心的时刻 我们要上肉了 这个是炖羊肉 里面有大块儿的羊肉 对 还有土豆 哦 上好的肥肉 不是完全肥肉那种 它是带着筋的那种 对对对 哎大哥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最开始给我切肉嘛 也会给我先切一个肥肉 然后现在吃肉 又会给我先切一个肥肉 为什么要先吃肥肉 肥肉好吃 年轻时候这个 嗯 瘦肉好吃 年纪大了以后 所以比较好嚼 好嚼 对 他看你年纪大了 所以给你点肥肉吃 哈哈哈 像二位大哥平时能吃多少斤肉 也就是个二三斤吧 就是个二斤 还是我们两个人肥变 果然 让目前的大家看到在内蒙吃肉有多爽 给两位大哥吃饭感觉怎么样 有两位蒙古大哥带我们一起体验的蒙餐之旅 就到此结束了 你冲了 没事平常发挥 大家也看到了整个过程中呢 我们相聊甚欢 对 交流了很多当地的文化和知识 谢谢两位大哥 谢谢 吃撑了 没有 哈哈哈 然后因为我们还有三个小伙伴 游戏输了没有能来到现场嘛 我刚刚进门的时候 他看到两位大哥在那边等我 他们仨就说我今天肯定会很怂 全程不敢说话 但其实我们今天聊得非常开心对吧 对 所以我决定现在给他们打个视频电话 然后大哥们就猛花我一通 说我今天晚上表现得太棒了 大哥你觉得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 挺好 挺好 再多说几句 挺好 哎呀 看看我们整个晚上啊 聊得非常开心 根本停不下来 是吧大哥 是吧二哥 对 非常可爱 非常聪明 非常哇塞 这样总的来说非常怎么说 beautiful beautiful 你好像把两位大哥胁迫住了是吧 没胁迫我们是感情深啊 你快让大哥好好吃饭吧 笑死了 呀 哎呦 天归来 天黑的都吃了 听说你把两位摔跤手是 咱们团团转啊 真的 这次整个一整天的内蒙行景席 美食游戏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好玩 不上全程没有出场的 好玩 我嗓子不知道为什么嗓子哑下来 你今天就一整个大兴奋 这个片子估计就会很长 哎我觉得这样 看到这里的社员 可以举个手 把你的逆层打在公屏上 让我们眼熟一下 谢谢你陪我们到这里 好 好 明镜你感谢你 感恩的心 你就这么嘎大哥了吗 你就这么嘎死我了 三连走起 点赞有你 朋友们多多点赞 助力更新下一期 下一期 拜拜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可以订阅我们 打开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最新影片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 和哔哩哔哩投名账号 祝大家天天开心呀